6月18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在香港接受中兴社专访时表示 坦中两国在政策、基建、贸易及人文等多领域展开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为坦桑尼亚带来极大改变 当日,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坦桑尼亚领袖培训计划开幕典礼 该计划旨在为百名来自坦桑尼亚各行各业的年轻专业人士提供培训 为一带一路区域孕育专业人才 凯鲁基希望坦中两国能够加强协商合作 凯鲁基谈道,在坦桑尼亚,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基建项目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众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专家参与坦桑尼亚的铁路、道路、机场和桥梁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在如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 为坦桑尼亚所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凯鲁基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软件方面 为坦桑尼亚带来的改变印象也同样深刻 中国他们带并 оп Er亚, 区域直到区画,区域直到区画 区域直到区画,区画家地区议 而上最期在区画家地区画 presを务して 向区画家运带来的发展时, 他们利用iti YJ audition 在北方汉的人其入公司 他很,同于19,北方汉的人 协當多五十千这样 И including 年地区域直到区并着 凯鲁基也兴奋地看到 中坛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 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 坦桑尼亚在华留学生 利用国际日文化日等平台 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坦桑尼亚 带他们学成回国 便会将自己在中国所学到的知识 带回坦桑尼亚 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 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学生 在中国学习 昨年我们有5,000 今年我们有300台湾人 从中国学校的学校 他们回到台湾 建立我们国家 昨年我们有34,000台湾人 去台湾 凯鲁基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还是世界上比较穷的国家 但出于承诺与友谊 依然圆建了坦桑铁路 这条象征着中坦中非之间友谊的铁路 在投入使用约半个世纪后 今天依然存在 日日忙碌运载往来旅客和货物 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扮演着重要角色